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遊講玩卓遊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William 我是K 我是W4KHR 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遊戲是拉脫維瓦的一個設計公司, 叫Wolf Lee Designer 這遊戲是Garth of Atlantis的第二集 其實它第一集都很受這些評論的好評 但我們沒有怎樣接觸過 幸好我們第二集來到Bitchbox Studio 不如KH略略簡介這遊戲吧 好, 首先這遊戲是什麼呢?很簡單, 就是一個英雄聯盟, LOL的Bord Game版 它是一個我們所謂的MOBA的類型的遊戲 每個玩家就會扮演著一個英雄, 分兩個陣型 有冰雪的世界, 以及機械熔岩那邊的兩個陣型 遊戲有三個勝利條件, 第一個就是擊倒對方的Hero 他們就會損失一些血的Token 當對手那邊的Hero殺光之後, 他就會輸了 這是第一個勝利條件, 第二個勝利條件就是攻城 你現在看到牆上的地圖是一個叫做Toolink的 即是有兩條戰線的地圖, 另一邊就是一條戰線 無論是誰都好, 總之這個遊戲就是 如果你能夠將這些Million, 就是這些部隊 將他的戰線推到對方的陣地 並且攻陷, 攻陷到主城 你都可以贏的, 這個就是第二個勝利條件 第三個勝利條件就是, 根據他這個戰線的拉扯 因爲每一次的戰線, 如果其中一方的Million死光 那戰線就會推到後面, 或者推到前面 每一次就會撕走一個, 叫做Wave的Token 撕走四個之後, 撕走一定數輪 剩下最後一個, 那一刻, 那一場的戰線 哪一邊贏, 就會贏了 這就是他三個勝利條件 其實都像一些手塔的遊戲 而遊戲的操作方面, 就可以見到William前面的卡 每個玩家就會手上有五張牌 包括一張金色、一張銀色 以及紅、藍、綠、三張卡 每個回合, 即每個回合, 就會有四個回合 每一個回合, 就會大家, 即所有的Hero 就會同一時間, 就會蓋一張牌 即他的手上的牌, 然後一起打開 根據卡牌的左上角的數字 就是他的速度 越大的速度就會先走 接著就會走上高的效果 例如移動、攻擊、 或者不同的技能 做完四個回合之後 我們就會結算一下戰場上高 究竟會不會出現推薦 另外也會看看, 如果在遊戲過程中 你有打死了那些 Minion 或者是對方的Hero 就會有一些錢拿回來 而拿到的錢就可以升級 有點像這些遊戲中 即點的技能 即是我們會開什麼技能 他的升級概念就是 紅、藍、綠、卡 每一張卡都可以升上去 而升上去每一級都會有兩個選擇 即是LV1的藍色卡升上去就會有兩張不同的LV2的卡 一張就是你的技能 另一張就是一些加成的系統 即是如果你升了A卡、B卡就會是你的加成 那他就叫一些項目插進你的板上 如此類推去玩這個遊戲 就滿足到剛才的三個勝利條件 那一隊就會勝出 還有很多小的Module 例如有些Vinic 即是可以用神器裝備 又或者會加一些塔 又或者剛才說的地圖有兩面等等 基本上我們打這些塔防遊戲裡面的概念 都會有的 一隻這樣的遊戲 稍後我們都會拍這隻遊戲的How to Play 大家都可以期待 說完這隻遊戲怎樣玩 不如大家先講講這隻遊戲的感覺 不如先由Andy講 因為我知道Andy對於行棋的遊戲是一般的 但你會怎樣去看這隻遊戲呢 我覺得他將塔防遊戲的精髓 他都模擬得很好 而模擬得來在Block Game Table Top的呈現 是考慮到 Table Top上的限制 是做到很好的取捨 例如最好的取捨 我覺得所有英雄和兵都好 都是一滴血 一打就會死 所以在遊戲中的書記錄 是非常直接了當的 亦都很容易看到場面上發生的任何事情 亦都沒有像以前 我們那些塔防遊戲 有很多形式 兵仔向前推 他就不做這件事 就是當一邊的兵隊被殺完之後 就整條線向下一個區域去推 這些東西都是很直接了當地 減低了我們繁瑣的位置 很享受到在棋盤上走棋 打的感覺 我覺得比起以往的塔防遊戲 這個位置是做得最出色的其中一個點 沒錯 那麼William呢 我也同意Andy說 承接了Andy說 其實很多塔防遊戲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為了模擬塔防的複雜性 以至於旗本上高 是有很多東西要維持 但他就直接簡化了 這樣令整個遊戲的設計爽快很多 因為基本上我們不再需要 去理會那些東西怎樣維持 終於打完那堆東西 目標明確 目標很明確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他的學習測量 其實是不算太高的 當然如果要精通他所有的英雄 可能你是要花點時間 但就一隻塔防遊戲來說 他上手是相對簡單 我猜真的整個遊戲的概念 就像KH這樣說 其實你大致說完 你能夠得到那個概念是怎樣 這個在一些行棋的遊戲來說 都算是很難得的 因為很多時候行棋的遊戲 就是除了你要屬於Hero 你還要屬於兵仔怎樣去推 怎樣去行 有很多不同的兵種 就是各樣東西 他就把這些全部都簡化 完全是掌握到 究竟一隻塔防遊戲的精髓是怎樣 而他只是把一個最精髓去表達出來 這樣也是我很欣賞他的 好 我的感覺是他本身我玩的 第一次玩完之後 我就覺得他不太像MOBA 因為我第一次玩 會覺得他那個英雄對殺的位置 是挺重的 但我第二次玩完之後 感覺又不同了 他那個推兵線 來贏的勝利條件 原來那個張力都非常之高 這樣就給了我一個感覺 就是他就像MOBA 就是你究竟會花費你的資源去做一些推兵線 還是去做一次夾殺一些Hero 令到你可以贏 而且這個取捨也是非常順暢的 相比起同類的遊戲 可能有一些同類的遊戲 他也是玩戰棋 但中間有一些 丁薰位做人沒有丁薰的 那些遊戲就沒有那麼純長 因為那個得分和對殺 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有衝突 這個遊戲就直接很多 你取得勝利條件的方法 都要透過你 在這個奇本上的移動和攻擊來做 只不過你是選擇打誰 你去哪裡 整件事就很融合很純在 玩起來正如剛剛Andy所說 所有bookkeeping都是很簡潔 玩起來是很爽快的 或者我就比較簡單一點去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我玩這麼多的遊戲 戰棋 戰棋 兩隊人去對類的遊戲 他應該是最好的 剛才他們說的幾個 例如bookkeep 很容易去解決這些 我覺得就不再類罪了 我會集中說他在模擬 你升一隻Hero去做一個塔房 那個策略背後的東西 因為剛才說過 他每一隻角色是一換二的 即是那些技能 而一換二的技能 不是說接近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因為其實他每個角色 他會有一個大的方向 譬如這個角色是攻擊的 或者這個角色是殺鷹的 或者這個角色是殺一些兵的 但是就算是這樣 他也會有完全不同 譬如我之前用一隻追擊手 他可以打遠距離射很遠的人 亦可以打近距離散彈槍 你可能會說 是不是真的行動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完全行動 而那件事是完全無疑得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一個遊戲 一開局的時候 你是不會知道 你遇到哪一個對手 即是你的英雄 你的對手英雄是什麼 在這個遊戲過程中 你會考慮 我究竟是否應該要走遠距離攻擊 還是近距離射擊 我要去想這些 而這件事是 在遊戲過程中 用一個很簡單 換卡的概念 去做得到 而更加重要 就是因為剛才我們說 一個回合 五張手牌 你出四張 其實當中 有很多東西要去考慮 例如 張牌的速度 例如剛才一件事沒有說 就是關於防禦 防禦就是 譬如 如果有人打你 你要用防禦 你是必須用手牌去防禦 但是你會說 四圈 我們只有五張手牌 防禦了 那就沒有牌 沒錯 所以這個遊戲 是不會鼓勵你 好像那些無傷 走入敵陣 一個打十個 沒有可能的 因為只要有兩個人 夾擊你的話 你就很危險 因為他們每人打走 你一張手牌 因為你連最後一個回合 想出牌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牌 就一定會死 而死了的話 失去的東西 除了是Live Token之外 對方會拿很多錢 他會升級 這些張力位 你玩過就會很感受得到 而這個 我說這麼多 好像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已經去處理得到 其實你剛才說出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對方的五張牌是甚麼牌 其實這個是沒有所謂的 隱藏的資訊 或者是隱藏的資訊 就是去出甚麼牌 其實你可以大概 如果真的認真對壘的時候 可以推算到 其實對方用甚麼技 還有甚麼剩餘的招數 這就好像你 我出了大技之後 別人的技就要降低 那種感覺 另外剛才 我們隨著英雄升級 如果之後那個英雄升級的 越高 他被人擊殺的時候 他的Live Token的損失會更加多 這方面也能夠呈現到 在那時的塔防遊戲中 會出現的情況 雖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手牌 但是會不會知道 所有東西之後 就算到之後的東西 你又很難都算到 為甚麼呢 因為你每個人都是 一起選同一張牌 而中間是有少少包剪的味道 我猜到你攻擊 然後我又知道你攻擊範圍 我那個位置不進去 那你就打我不到 然後我下個位置再進來 再跟你抽過 所以那些位置 是當他走下去執行玩的時候 又不會太過持續的 因為始終你計不到所有的東西 這個位置我也想補充 這個也是剛才Andy提到的 就是這個遊戲 是沒有任何的隨機性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的Kickstart 令到我按進去看 以及去研究 就是因為它很大的字 就是Low Luck 它真的在Kickstart上寫著Low Luck 然後就說是一隻對戰棋 然後Tom Russell說 這隻是他的Top 3 2v2的遊戲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很喜歡 Aricum Rims的The Edge 我也覺得 那隻應該是我玩過的2v2裡面 是最好玩的 因為又有Debut 又或者是有不同的種族元素 但玩完這隻遊戲之後 我剛才也說了 這隻是The Best 原因就是因為它做到所有的東西 而簡潔 還有最厲害的一件事 我剛才也忘了說 就是這個遊戲 可以支援的人數 你猜一下 以V2不止 3v3不止 是可以去到5v5的 即是說它可以十個人 一起去玩一隻Strategy Game 當然你說 十個人不是玩很久 耐是耐的 但那種耐不是單耐的耐 而是大家要去一起想 陣地我應該要怎樣推這條線 我應該是英雄 我上去殺定是怎樣 譬如我剛才 我們試了3v3 其實Gameplay可能都要兩個幾三個小時 但我們在戰鬥的過程裏 我們是不會覺得 你搞定沒有 沒有這件事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掀完這張牌出來 然後就在那裡看 你走過去打好不好 你怎樣 因為其實這隻遊戲 其實是被你溝通 甚或是你可以說我做些什麼 但是它的唯一規則就是 你的所有東西 是要全桌子的人都知道 即是說舉個例子 我打算出一張綠色卡 我就要告訴大家 我出這張綠色卡 否則你只能說 這回合我打算打的 那你自己去想想 就不可以讓人知道 你出什麼牌 是的 這個位置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自己也這樣說 這個遊戲不用五對五 其實它三對三能夠做到 將來能夠做到策略 能夠做到 節奏又爽快 其實我已經受火 但我們剛才玩完 我覺得 就算是四對四 或者是五對五 其實問題也不是很大 不過當然 遊戲一定會長久 因為很多卡要疏快 是的 因為它主題的活動 設計得很聰明 最下降的地方 是大家一起做的 最下降的地方 就是升級的位置 是最下降的 或者你決定用哪張卡 是最下降的 是 那這條件是一起去做 所以五個人玩 這次不能夠成倍 會十分多了些 但現在不會成他那麼多 我想补充一點 就是 js 剛才大家都說到很自己的元素 就是個團隊 ёлёлёл the 加碼 最下降的角色 有雙有糧得來,其實就不會出現一個Alpha Player狀況 他亦也好聰明地將選擇限定得5張牌 以至於,你其實不會在這個策略考慮上 如果你去想,其實Diager優點幾張牌裡很多張牌 你會猜一下我有機會抽到甚麼 變相,他是5張牌的有來有往 我知道他中了大招,就應該得到甚麼牌 或者我剛才會想,我打他一下,他應該沒有手牌 這樣就令到演算是快很多 其實你講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玩過L.O.L. 其實就是那件事 它有四招技 你看到它按了A技 它是要重拆的 它就不能夠再出那一招的攻擊 在遊戲裏面 我見到William出了大招 接下來那三張牌都不能夠打 我就去打它 這種感覺 它可以在Bot Game裡模擬得到 另外它的連動其實也挺高的 也是很欣賞的地方 就是隊伍的連動上 例如剛才說到 一個人他五張獸牌 如果K打完 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打 如果我不打就失去這個機會 令到我不會覺得我們三人獨立地各自打那些兵仔 其實真的要有一個配合 例如你走到這個位置 我要想一下我會不會後補上位置 或者你打不到 我要打到 會有這些隊伍上的一個合作 另外我覺得挺欣賞它 就是你一個人獨立 英雄也好 自己也有特色 同時要跟別人合作 要配搭 如果三個都是保師 可能那隊隊伍就很難打 我們講了這麼久的Base的功能 我們還沒有提及它有多少個Hero 每個Hero也有自己的性格 會不會說你鋪一鋪都知道殺人手牌 會不會鋪一鋪都很悶 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每一鋪都選不同的Hero都很久 我先講講這個遊戲裡 其實有22個英雄 每一個英雄都知道有很多英雄 所以他就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Hero的方法 這個待會我們再講 但是譬如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 我怎樣呢 其實他已經有過一些技能 就像Andy那張也是 他就會每一個角色 他會告訴你它的攻擊性 它的特色是怎樣 速度 又或者他下面的五個 這些象徵 都會告訴你那個角色牌的技能 是什麼類型 深挖褲 還有貼士 還有貼士 教你怎樣用這個角色 很簡單的貼士 很簡單的貼士 變成你在簡英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想像 這個角色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我們怎樣去用 我們會覺得這件事 也是很模仿得到 我們有不同的工作 MOBA最重要的就是多英雄 讓你逐個玩 不過這個對遊戲體驗 第一次玩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一開始你選擇一些角色 假設很難用的角色 一來可能很難用 假設一隊選擇全部布施 一隊選擇全部進攻 其實是沒得打的 是完全沒得打的 在兩人出卡 玩一兩輪就完結了 這個跟MOBA那些電子遊戲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那些遊戲不夠打 你可以躲在塔上 這隻遊戲的塔是幫不到的 可以穿我的塔 追追到你回家 打到你死為止 所以就著一些偏向支援系的角色 可能你要熟悉這個遊戲比較多 可以熟悉怎樣跟你的隊友 做一些共同性 互相補助的東西 才可以在這個遊戲裡發揮最好 如果不是的話 你單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體驗可能就會比較差 好像我第一次使用的角色 打又打得不入 又薄血 然後說自己很高範圍 打得很厲害 但我完全感覺不到 體驗可能會比較差 因為他的英雄之間 那種雙黑雙殺 都挺明顯的 譬如某些角色 是扔人牌的 但對著一些會撿牌的 又或者是可以 那些牌重覆扔的 你完全對他沒有任何的可以做得到 又或者譬如一些很高防的 你最高攻擊的那張牌 都不夠他手上高的防禦牌過的 那你又是會覺得 那件事很打不入 所以選擇英雄要很小心選擇 這裡就引發到第一個 我們所謂的 可以說可不可以叫不好 要注意的地方 要注意 我會覺得就是 就是遊戲的學習測試那件事 譬如如果你懂得玩 和一個不懂得玩的話 我想所有這些 角色類型的遊戲都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差距 如果一個懂得玩 和一個不懂得玩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 尤其是這個遊戲是沒有運氣 雖然說明書有提議 你可以用手機卡來讓賽 但始終老手怎麼會有優勢 我亦都想說多一點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沒有什麼缺點的 最大的缺點就是 這個 這張Level卡 你的Level是這樣標示的 一Level 嘩 你這麼快已經說這些缺點了 兩Level 三Level 這個位置是很容易不小心動到 然後忘記了自己的Level的幾度 這個遊戲我認為是最大的缺點 我想說一點 K剛才是用了很長的時間 想這個遊戲的缺點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都真的不誇張 因為我們都試了這個遊戲 尤其是跟不同人試 尤其是我們跟不同人試 遊戲少很多 我們都覺得 他在我們以往玩的同類型遊戲裡面 那些問題 都真的解決得很七七八八的 甚至如 剛才我們都比較少說 除了英雄上高之外 還有什麼變化 譬如我自己很欣賞 就是他這個 神器系統 他只是加了這個神器系統 就令到 除了角色上高的變化之外 再多一重的變化 所以 我想不需要擔心 這個遊戲的重玩性 絕對不需要擔走 就算遊戲是沒有了 就算遊戲所有的牌 是對方都知道了 你知道我打過十次 你那個角色 我知道你會怎樣升 怎樣好 其實不會 原因是 我可以加這個Winnick 又或者 場地上高 他也可能會加這些兵 本身不會動的 但他也有一個Module 可以加一些技能給他 會令到他有些特殊的效果 令到你的計算會完全不同 等等 再簡單一點 你不同的隊友 我昨天和Sammy打 和我今天和Kay打 那些完全不同了 我覺得在重玩性上高 還有他提供了兩個很特別的遊戲模式 給大家玩 有一個像賽跑那樣玩的 還有一個是大亂鬥 他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去玩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讚他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 有沒有 我最後一樣 雖然大家剛才說 學英雄是不同英雄配搭的問題 但我仍然覺得他做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 每一個英雄頂多只有十張卡 沒錯 而這十張卡 令到你學一個英雄 或者去學一個英雄 其實是容易了很多 因為 對比其他遊戲 其實可能是 DHR 你也有一疊卡 你可能要去想怎樣升 但他本身英雄後面已經有一個簡單的表 再加上他用的卡不多 所以獲得上來都是容易上手 我仍然覺得是 我知道你在想這個遊戲的缺點 想得很辛苦 但我已經想到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這個遊戲 怎樣買 好難買 好難買 現在這一刻來說 他立刻派貨 他就說他派完貨之後 會有少量的 會給你去補購 但我估計買到的機會很微 因為他本身那群粉絲 已經蓄勢待發去追他 因為出來的風評也很好 因為我們剛才還沒說他的收納 所以剛才阿K說的這張卡 你再看看他的收納 他可以一個 這些半格的Cardex位 就可以收納整個遊戲 沒有收納的 只有這麼大的 只有這麼厚 但沒有怎麼辦 其實現在這一刻 你還可以玩到你的遊戲 就是可以去Tabletopian 上高就有一個電子版 給你玩 可以玩完22隻英雄 但沒有Tooling的版圖 但為什麼我要提到這件事呢 原因就是 他這間廠已經將 未來會出廣播的四隻英雄 放上去給人試 還在調整平衡 即是我每天在他的Discord頻道裡 看這隻角色好像比較厲害 又加了他的功能 其實會做這件事 所以告訴大家 這個遊戲應該會出廣播 它出廣播的時候 就會是它的補充的時候 所以大家如果想追回這隻遊戲 就可以密切留意著 現在也可以玩著電子版上去 即是指著行 也挺划算的 一個人給錢 就可以給四個人玩 還是八個人玩 不用每個人買 先指著行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這隻就是 Guard of Atlantis II 希望如果大家喜歡這遊戲 又或者對它 你有試過 又或者你在網上試過 你對這遊戲有什麼評價 或者意見 歡迎可以在我們下面的留言 如果有什麼想問我們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